第九百三十四集 暗示 正是因为有难度 有挑战性 才有意思嘛 要不然我能让你到现在还对我耿耿于怀啊 我稍微用点手段 你就投怀送报了 莫小玉自信地说道 你这是没事吃饱了称难 有本事你把龙又宣取过去 那才是对你有用的 你找我有什么意思啊 那些视频你也看到了 残话败流的 值得你费尽心机吗 杨艳妮皱眉问道 值不值得 那是个人心里的感受而已 我说值得 那就是值得 无关别人怎么想 连你也不能左右我的想法 莫小玉说完伸出手摊在桌子上 用目光看着杨艳妮 示意她把手也伸过来 杨艳妮看着莫小玉 倔强地没有按照莫小玉的要求去做 依旧是握着自己的茶杯也不喝茶 但是却盯着莫小玉毫不示弱 你看 就像现在 如果你顺利地把手给我 我会感觉到没有丝毫的意思 太容易了 但是现在我却还要费尽心机地让你把手伸过来 这就是享受的过程 莫小玉不知廉耻地说道 杨艳妮没有笑 只是愣愣地看着莫小玉半天才长出一口气 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似的 我她的确是有过一次 但是我不知道她有没有认出我来 那天我被反绑着 眼睛被东西蒙着 我也是在抓你的那一次 她给我打了个电话 让我放了你 我才知道那天是她 可是我还是感觉到害怕 所以我担心她昨天把我认出来 杨艳妮终于把这件事 像自己之外的第一个人倾诉了出来 可是那些视频里没有这一段啊 莫小玉说道 龙顶天是什么人啊 莫英泽敢给她录视频吗 杨艳妮说完喝了口茶说道 莫小玉一想也对啊 过了一会儿说道 好吧 这事就到这儿了 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但是如果龙顶天再找你 你就要告诉我 我有的是办法治她 但愿她没能认出来是你 杨艳妮点点头 但是转瞬又说道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你到底想要什么 我刚刚不是说了吗 你的人和你的心 莫小玉说道 莫小玉 你也太自信了吧 我有家庭 有老公 我会爱上你 对你倾心 杨艳妮不屑地说道 莫小玉看看包厢的门 关得严严实实 起身坐到杨艳妮的身边 吓得杨艳妮想要跑 但是被莫小玉 一下子按住了肩膀 莫小玉坐下之后 在她耳边说道 我早晚会让你心甘情愿 不信我们走着瞧 哼 雷鸣山算个球啊 好了 我该说的也说了 走了 你自己吃吧 听到莫小玉的话 杨艳妮脸色一变 毫不理会莫小玉 起身走出了包厢 虽然雷鸣山有各种毛病 但是杨艳妮也是不允许 莫小玉这么说自己老公的 莫小玉本想去梅云云的店里吃 但是菜馆的饭菜都开始做了 自己一个人吃不了这么多 所以就打电话 叫了顾可可一起来吃 现在做生意都不容易 这个时候走了不地道 顾可可接到莫小玉的电话时 刚刚下课 打了车就来了 生怕莫小玉等着急了 你什么时候来的 回来两天了 一呢 学习怎么样 莫小玉问道 还行 就是一天念叨你八百回 烦都烦死了 顾可可看下莫小玉 双眼寒春 一看就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他念的我 你就没想我吗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 莫小玉觉得 顾可可的性格 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 变得拘谨了很多 要是换成顾依依在这 肯定早就扑到莫小玉身上了 但是顾可可 却没有以前泼辣了 显得很羞涩 那你是想听真话 还是听假话呀 顾可可歪着头问莫小玉道 废话 谁想听假话呀 想 但是有些害怕 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依依 虽然她没说 但是我知道她心里肯定不舒服 别看她嘴上说得那么好听 那都是为了讨你欢心 谁希望和别的女孩子 分享自己的男朋友呢 顾可可 无奈地说道 莫小玉觉得这个问题啊 突然有点沉重 或者说不应该探讨 啊 哎 桑小童最近怎么样 莫小玉问道 你还在想着她呢 顾可可白了莫小玉一眼 没有 昨天我去学校了 我看到她和温家昌 处得还不错呢 所以问问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莫小玉言不由衷 顾可可岂能看不出来 但是呢 也就实话实说 你看见她了 她都没告诉我呢 顾可可说道 啊 因为我没理她 我只是和温家昌打了个招呼 她的眼睛都长天上去了 哪能看见我呀 莫小玉笑道 不知道怎么回事 她对你一直都很有意见 可能因为衣衣吧 我也不清楚 她现在和我走动的也少了 只是在下课的时候 可能会见上一面 也很少在一起玩了 顾可可说道 她很高傲 好像谁都看不上似的 不知道怎么就看上 文家昌了 莫小玉无意地说道 文家昌估计也不是她的菜 我也不知道她怎么想的 到底想什么样的 反正呢 文家昌好像也没得手 他俩还没到那一步呢 顾可可说道 这个消息倒是让莫小玉精神一振 但是随即又释然了 他们俩倒没到那一步 和自己有啥关系呀 吃完午饭 莫小玉开车送顾可可回学校 停下车 顾可可不想下车 莫小玉呢也不好直接把她撵走 于是下了车 两人在校园里逛游起来 那是我的舞蹈室 上去看看吗 顾可可问道 莫小玉哪能不知道 那是她的舞蹈室啊 她来过这里可不止一次 再看向顾可可时 发现了她的眼睛里啊 哎呦 有某种渴望 她也能不知道顾可可 在暗示什么呢